英人履迁 前八后五 这是东汉时期的史学家及科学家张衡 写在西京附中的一句话 据他记载 商朝共迁都13次 其中有8次是在商朝未建立前 5次是汤建立商王朝后 如果说商朝未建前 平凡迁徙是为了躲避下朝敌军的攻击 那建立后的几次迁都又是在躲谁呢 此前有不少史学家提出猜想和研究 认可度最高的是水患说 黄河水患泛滥 所以商朝百姓频繁搬家 但如今的考古研究发现 其实商朝时期频繁迁都 并不是为了躲避洪水 而是有其他原因 在我国古代 一个国家的都城就相当于权力的中心 因此定都和迁都皆是国家大事 统治者最希望的是政权稳定 因此对都城会谨慎选择 一旦选择后也不会随意搬家 会特别注意保持都城的稳定 商朝是一个例外 建立前搬过8次 建立后又搬了5次 直到盘庚迁鹰后才稳定下来 因此商朝也称鹰商 对于鹰商频繁迁都的原因 史学家最认可的是水患说 此前研究发现 在盘庚之前 商朝的都城在如今的山东区附 它位于黄河下游东南岸 时常会受到黄河水患影响 而商朝时期的人们 社会发展还处于早期阶段 农业生产对大自然的依赖程度极大 据上书记载 盘庚当上皇帝后苦口婆心地劝解民众搬家 他的理由是 古我前后 往不为民之城堡 后须赶先 以不服于天时 阴将大虐 先王不怀绝忧作 世民利用迁 盘庚认为 迁都搬家是为了保护民众 也是遵循此前各先王的审议 逃避国家的大灾大难 但其中最耐人寻味的一个词 就是大虐 有史学家认为 他指的是黄河泛滥给社会 国家和百姓带来的大灾大难 据此提出了水患说 当然 也有许多历史证据和文献资料 支撑这个猜想 在我国古代 黄河的最大特点就是 善淤 善绝 善喜 经常发生洪水决堤 淤泥堆积和周边民族大迁徙 从远古到20世纪中叶 这3000年间 黄河下游绝口泛滥的次数 就有1500余次 平均下来 每两年就会发生一次黄河大决堤 造成洪水灾难 在商朝 黄河决堤带来的洪水 会让河口两岸的人民 失去土地和家园 商人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也被破坏 整个王朝的统治陷入危机 历史上 关于商朝 其他皇帝迁都的过程 记载不清晰 但我们可以从 盘庚迁音的历史足迹中 发现水患说的可信证据 盘庚把都城迁到音 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地带 往西是太行山 往东临近黄河 只有50华里 既有黄河水环绕 也免受洪水袭绕 有着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 因为从地形上看 这里是一道 由西向东的缓慢携青地带 可受黄河水灌溉之力 同时避免黄河造成的洪水灾害 是一个利于农业发展的地方 再看之前的都城 均在黄河下游 遭受水灾的可能性极大 因此 西汉史学家孔安国认定 商朝迁都是为了躲洪水 他曾说 水泉沉溺 故荡西离居 无安全之急 习以为之急 这又为水患说增加了可信度 国语中记载了民情奇观而水死 这是一个殷商时期 大力排除水患威胁 对商朝人的安全和生产 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帝王 在水患无法抗拒时 也只好迁都 水患说 虽然可信却并不为一 可以说 商朝多次迁都水灾 是其中一个原因 但不是全部 如今的史学研究资料发现 洪水只是商朝的外患 争亡夺位的人祸内忧 才是主要原因 商王朝由汤建立 他制定了 以兄中弟级的王位继承制度 意思是皇帝死后 弟弟是王位的第一继承人 如果众多兄弟都不合适 再由皇帝的儿子继位 但在商朝的众多皇帝中 并不是所有人都遵守这个制度 据史记记载 商太甲就没有遵循这个原则 自立为王 商太甲死后 商王室内部陷入了长久的权力争夺 这也是商朝平凡迁都的时期 史称九世之乱 这也让商王室的认可度降低 诸侯不来嘲讽 当时 兄中弟极致和嫡长子继位制度 同时存在 出现了商王的兄弟和他们的儿子 交替继位的乱象 前期 一两个帝王发现自己的权威性削弱了 而贵族势力膨胀了 通过迁都的方式 把贵族从自己的势利土地上迁走 凸显帝王权威 但到了后期 这成了一种有效的治国方式 尤其是对付权势滔天的贵族 因为平民和奴隶在哪里劳作都一样 但贵族离开原有的土地就难以发展 于是 九世之乱中 每一个新商王上任后 为了摆脱上一代的政治影响 都会将重新挑选都城 立马搬家 作为自己的重要改革举措 商朝时期还是奴隶制社会 贵族的财产以土地和奴隶为主 一旦迁都后 贵族土地不复存在 只能靠着奴隶重新开始 其势力会极大的减弱 因此 迁都可以看作是 国内势力的一次大换鞋 每一次搬家后 新都城百废待兴 原有的王室贵族需要重新发展 这有利于稳固统治 提高安全性 而且每一位新商王 选择都城的时候 都考虑了作战的方便性 例如城汤居博 显然是为对付北方和西方的强大敌人 这段时期 商朝涌现出九代皇帝 每一代皇帝上任的第一件事 就是搬家 可见商朝 频繁迁都最直接的原因 就是因为上层统治者争亡夺位 内忧不断 承染九世之乱中的迁都 并不都是商王有意为之 有的是被敌人恐吓 被迫迁帝而居 立道元曾在书中写道 有城即因地仲丁之所迁野 他在游历山水时 发现了商王仲丁迁都遗址 这是仲丁被反叛的诸侯 从元都城逼退逃亡 在情形紧急之下 被敌人逼到郑伯城下 于是就地迁都 铸城而居 平凡迁都并不是一个好办法 这会让大批奴隶备受折磨 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一旦统治时国力下降 就会出现小国和少数部族反叛 盘庚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他挑选了英帝后 就再也没有动摇过 在他之后 商朝重现了久违的复兴 因此 有史学家猜想盘庚在劝服 国内民众搬家时 所用的大虐一词 可能指的并不是天灾 而是国内的人祸 当时商王朝内部争斗激烈 已经威胁到了帝王统治 盘庚不得已提出迁都 立马被举国上下的贵族反对 但盘庚发出警告 哪个贵族不听话 妄图造反 一定会被赶尽杀绝 而在迁都后 盘庚又说 新都城的百姓 不管与商王血缘是远是近 有功论赏 有罪处死 通过迁都和强制手段 盘庚提高了商王的权威 确立了商王死后 弟弟继承的传位体系 稳定王朝内外 使得商王朝 在他之后的273年中 再没有发生迁都事件 这种观点被史学家称为 王位纷争说 指的是商王朝平凡搬家 并不是为了躲洪水 而是躲肆虐人祸 但也有人认为 王位纷争说过于片面 没有考虑到商朝的百姓特点 只从帝王角度分析 可信度不高 因为搬家不只是皇帝一声令下 还需要百姓的配合才能完成 因此 商朝平凡迁都的真相 仍是一大未解之谜 众说纷纭 有史学家认为 商人频繁搬家 既不是为了躲洪水 也不是为了躲战争 而是因为他们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所致 郭默若曾说 在盘耕之前 商朝的民众 大多都是迁徙不定的游牧民族 没有固定的住所 哪里有水有草 哪里就可以生活 而且 商朝早期过的是部落生活 农业生产刚处于萌芽期 社会民众的生产劳动 仍然以游牧为主 这就使得全国上下的百姓都逐水草而居 部落的首领更是迁徙不定 因此 商王朝没有都城的概念 更无固定的政治中心所在 郭默若的这种见解被称为游牧说 但我国著名的经济史专家 傅助夫坚决反对 他认为 商汤之前搬了八次家 都是在离黄河很远的高地 不存在水患水灾威胁 他认为 商人频繁迁都的真相 是因为百姓要更换耕地游农 因为商朝人农业社会刚开始 百姓发现在同一块地上 种久了东西后 收获量会减少 但商朝农民农业水平较为原始 他们并不明白 这是因为地力衰竭 只能通过不断地改换耕地 来维持农业生产正常发展 也有一位美籍华人张光 提出了与以上完全不同的一种猜想 紫贤的独辟蹊径被称为青铜说 他认为 商朝人生活和生产的重要工具 是青铜器 而青铜器既可以作为农具 也可以作兵器 不仅影响百姓生活 更影响王朝政治斗争 青铜器在商朝人眼中 有着重要地位 商朝人屡迁就 是为了寻找青铜矿源 因为当时铜矿和锡矿 都集中在华北平原山地 与他们的居住地甚远 王室多次迁徙 就是为了不断地寻找 新的矿源 满足巨大的青铜需求量 而都城是运输和提炼线路中的 重要角色 从地址图上可以发现 商朝各个都城 都在山东河南山地边缘 是一个便于采矿的好位置 因此可以说 千都是为了寻找新矿源 诸如此类的猜想 还有很多 细细推敲各有各的道理 但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以证明其真实性 历史的真相到底如何 早已无从得知 商朝人频繁搬家的原因 终究成了历史上的未解之谜 以往 人们都认为商朝 屡次迁都 是受黄河水患泛滥的影响 这是从自然环境 和地理条件角度进行的分析 而如今 随着商朝史料研究的深入 历史学家发现了 从政治角度 中看迁都 对王朝统治者的重要作用 多种猜想 多种假说 只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 但还原历史较为困难 从历史中汲取经验 更容易实施 平凡迁都 商朝从上到下 都处于不稳定的状态 王室内部争权夺位 百姓承受天灾人祸 而盘更之后的二百多年间 从未迁过都城 王朝稳定运行 可见 都城稳定 是一个王朝的命脉所在 那些王朝的命脉